你入洞房的是我 你别说话 我不说了 我都听你的 世子 我家姑娘好命苦啊 子儿姑娘 你别哭 你先别哭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帮我转告你家小姐 你让她切不可寻死觅活 倾见了自己 我与她也算是缘分一场 对外 就宣称一兄一妹吧 从此她就是韩府嫁出去的女儿 李府断不肯看清了她 往后有什么事 你尽管让她找我做主 我与她兄长无异 奴婢一定把世子的心意带到 好 宋子儿姑娘回去吧 世子 烦不烦啊你 小姐 小姐 世子送我过来时 让我转告小姐举句话 世子她说什么 世子说 女人活得好不好 不能只指望男人 子华何意呢 我本已经出了府 世子又追过来 跟我说了这句话 说务必先说 还说 这李府百年前立家的 本是李府的寡嫂李夫人 一人创造了属于李家的辉煌 世子她当真这么说 是 世子已经向官府递了文书 任您异媚 还按国公府嫡出女儿 给您补了六十四台嫁妆 小姐 世子的心意 你可不能辜负啊 世子她是个善人 一往众人都看错的 她是真的希望我能活下去 只可惜 我与她终究无缘 把人交出来 你们等等 你们不能进 杨凯 不能进 继元啊 你们即可把我女儿叫出来 继元 否则 我要在皇上面前告愚状 停 我到底哪儿好啊 我都改了还不行吗 哪儿都好 世子 快出去看看吧 王家 王家来人了 继元 你们不能进 继元啊 你们不能进啊 继元 不能进啊你们 继元 继元 神子 别动我 讨厌 继元 不知王相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恕罪恕罪 你给我过来 莫病 我 我已是 韩家的人了 没有的事啊 我一根寒毛都没动过它 你们赶紧把他带回去吧 之前的事 我既往不救便是 继元 别胡闹了 走 我和他已经拜堂了 便是夫妻 这就是我家 我们真的不是良配啊 姑娘 你饶了我吧 继元 赶紧回家 这事从长进了 继元 你这么绝情啊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 王继元 别闹了 走 我 不要 来人 把他给我绑回家 你若再不听话 王家就没你这个女儿 你 你先跟你爹娘回去 你们商量好了再说 回家商量 我不要 我不要 继元 听娘的话 凡事有娘给你做主呢 我 我 还愣着干什么 拉回去 世子 快走吧 我 放开我 啊 你